哈囉 主播 我們現在人就在總統府的前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我背後 總統府現在面向東方 而且正東方今天天氣又非常的晴朗 所以陽光直接照聲在總統府的東面 顏色非常的飽和 今天如果你參加國慶大典 拍起照來真的會是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今天東北風減弱 各地在北台灣來講的話 溫度也是晴朗穩定 中南部地區有些偏西南風 但是在上半天同樣也是天氣晴朗 所以今天要出遊的話 也都是滿適合的 如果前來觀禮的話 在白天天氣晴朗 如果要看到IDF 或是雷虎小組沖場 天氣也都是非常的能見度 非常的好 我們來注意到一下天氣的衛星雲圖 在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其實今天受到了颱風 它幾倍從台灣的東半部海面 北上的影響 東半部地區會有一些的長浪 不過天候狀況整體上 不會直接受到的影響 倒是如果你明天 有要前往日本關東的話 目前這個牆台 從路徑上看起來 可能會直撲到關東地區 整個關係也有受到影響的機會 所以連續四天假期 要前往日本旅遊的朋友 就還是要特別注意這個颱風的動向 我們在今天台灣各地的天氣狀況來講 有些局部降雨的機會 我們從雨區預報圖可以注意到 今天在白天的時候 主要是中部以南地區 在這個午後會有一些零星的午後震雨發展 尤其是靠近高屏的山區地區 那在今天來講的話 入夜之後 在高屏交界處 沿海地區還是會有一些的水氣 有零星短暫震雨的機會 所以晚上如果要前往高雄屏東 觀賞今年的國慶煙火的話 晚上8點這個時間 可能還有一些零星短暫震雨的機會 雨具還是要備著 那在今天整體的國慶天氣狀況來講的話 幫大家做個整理 早上各地天氣晴朗 下午的話 西南部地區有些的震雨或是雷雨發展 入夜之後 晚上這個國慶煙火 天氣會持續轉為穩定 而國慶這幾天的天氣狀況 都滿類似的 但是一直到第四天 也就是星期日 準備收假的時候 東北風又會再增強 因此天氣又會有一點點的變化 而今天各地的詳細預測 來看到今天在北部地區 溫度大約可以在20到30度 溫差會比較明顯 但是午間有來到30度 中南部地區 高溫都可以來到33度左右 東半部地區 宜蘭的高溫在30度 花蓮台東高溫則是在28 29度左右 而在外島地區 同樣也都是天氣晴朗 高溫可以來到30度以上的天氣 志根看天氣 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今天往北走的話 記得溫差會比較明顯一些 如果是這個早出晚歸的朋友的話 記得還是戴一件博外套 因為城間的溫度大約在20度左右 另外如果是往東走到花東旅遊的話 則是要注意到會有些飄漁的情況 外出記得攜帶雨具 注意路況 我是陳志根 其項是我們在府前 掌握到的最新天氣資訊 再把時間交還棚內